新世纪初的那一代女蓝中 有着非常多的优秀国手 而陈南作为中锋 是当时中国女蓝的内线之主 陈南能有多强呢 可谓是到了没他不行的地步 他退役后中国女蓝陷入落选奥运的困境 于是他毅然付出 在魏国出征 陈南17岁就进入了国家队 在那段女蓝大欢喜的时机里 他默默成长为了中国女蓝的中流砥柱 带领女蓝开始由低谷 向上不断攀爬的旅途 在2001年的亚籍赛上 这只新女蓝接受住了考验 取得了全胜战绩 陈南更是在决赛中一人爆刊50分 率领中国女蓝重回亚洲霸主的宝座 此后他又带领中国女蓝征战了牙底 北京和伦敦的奥运赛场 其中在他门口前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尽管丢失了奖牌 但这也是中国女蓝除1992年的 奥运亚决后的最好成绩 伦敦奥运过后的陈南已经结婚 于是他便退出了国家队 可是没有了陈南的中国女蓝 在2015年的亚禁赛中输给了日本 失去了晋级离于奥运的资格 没有办法 主教练只得请回他打落选赛 而陈南也没有让人失望 在副赛中带领中国女蓝顺利晋级 在离于奥运会上 陈南更是作为四朝元老出展 不得不说 在2000年到2016年的这16年时间里 陈南独挑中国女蓝内线大量的重力 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回看陈南的国家队声量 取得了五次亚锦赛冠军 三次亚运会冠军 奥运会四强这样的辉煌成绩 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女蓝之主 那么你对陈南有着什么样的评价